歡迎來到我們的中國財經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要帶來三條引人注目的新聞 首先Apple在中國市場大幅降劍 iPhone 15型號最高折扣達到23% 希望及此提振銷售 這一舉動表明Apple正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 尤其是在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中國 接著我們來看看Tesla在歐洲市場的動作 Tesla正在向歐洲的租賃公司提供非官方折扣 以修復因多次降價和服務緩慢而受損的關係 這一舉措旨在挽回車隊買家的信心 應對來自中國電動車製造商日益增長的競爭 最後中國正是啟動對美國、歐盟、台灣和日本 進口的巨甲圈供據物的反倾銷調查 這一行動是對美國對中國電動車和其他產品 徵收巨額關稅的回憶 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 雙方的經濟政策博弈持續升級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在債務增加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求貨下 依靠債務開動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傳統模式 已經達到極限 蘋果公司在中國大陸對iPhone 15系列進行大幅降價 以應對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上激烈的競爭 領級的256GB iPhone 15 Pro Max型號在京東和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 天貓平臺上的售價降至7 949元人民幣約和600000約和60006美元 比去年9月發布時的999元人民幣低了 250元降幅達20% 基礎款128GB iPhone 15的價格也從5 999元降至4、599元降幅達23% 此次促銷活動從5月20日持續至28日 蘋果在中國大陸的在線商店並未調整價格 蘋果的此舉顯示出其在iPhone銷售疲軟後 試圖通過激進的折扣策略來重新激發國內市場的需求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Counterpoint的報告 在3月季度 iPhone在中國大陸智能手機市場的份額 從去年統計的20% 蘋果的折扣驅動下降15.7% 蘋果的折扣驅動似乎有所成效 3月外國品牌智能手機的出貨量同比增長12% 日本時報 倫敦特斯拉正在努力安撫一些歐洲的租賃公司 因為該汽車製造商反覆的零售價格削減 導致他們的車隊價值下跌 同時其緩慢的服務和昂貴的維修 也讓其企業客戶感到不滿 據9位主要租賃和租車公司的高管 以及約12位企業車隊經理的採訪 特斯拉的努力包括 對現貨新車的非官方折扣 並試圖解決長期以來 車隊經理和租賃公司 所抱怨的服務、維修和訂購問題 特斯拉的零售價格削減 既在應對全球電動車需求、提軟和競爭加劇 尤其是來自中國電動車製造商 如比亞迪的競爭 但這損害了其在歐洲最大客戶的利潤 在歐洲車隊採購佔汽車銷售的近一半 隨著中美兩大經濟體關係日益緊張 中國暗示可能對上週美國實施的貿易壁壘 採取報復行動 週日 中國商務部宣布 宣布對進口自美國、歐盟、台灣和日本的 維甲全Pill不啟動反傾銷調查 維甲全是一種用於汽車零部件和電子產品 等各行業的熱塑型塑料 此次調查預計需要一年時間 但可能會延長6個月 該公告發布的幾天前 美國總統喬·拜登宣布 對價值180億美元的中國電動車 和其他產品的關稅 將在未來兩年內大幅上升 中國進口的電動車關稅 將從27.5%幾乎翻倍至100% 這一政策旨在挑戰北京鼓勵 國內電動車製造商以低價競爭的做法 同時對美國汽車進口徵收40%的關稅 白崩表示 這些措施旨在保護美國工人和企業 面對中國以人為低價出口產品 充斥全球市場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中國則誓言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 來保護其合法權益 歐盟也在調查中國電動車製造商的國家支持 如果發現其價格仍為低廉 將在7月初宣布額外的進口關稅 《紐約時報》2018年4月的一個下午 北京字節跳動公司的創始人張英寧 收到中國監管機構的通知 要求關閉一個分享笑話和搞笑視頻的應用程序 他服從了命令 並在公開道歉中表達了深深的悔意 承諾採取9項古舊措施 其中首要的是在公司內部加強共產黨的存在 並教育員工從黨和政府的角度思考 如今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號 面臨著美國政府的類似命令 要麼剝離短視頻應用 要麼面臨盡力 字節跳動正在美國法院進行抗爭 過去中國公司在海外業務中 可以對北京政府表現出順從地球生存 同時享受美國私人所有權和法治的保護 然而隨著中美兩大、超級大國之間的不信任加深 字節跳動等中國公司正面臨著 來自本國專制政府和日益懷疑 甚至敵對的美國政府的雙重壓力 《南華早報》在北京最新的房產救援措施 避震市場情緒後 香港股市攀升至10個月來的最高點 恒生指數在當地時間上午10點上漲0.1% 達到19581.13點 科技指數上漲0.i的最高水平 科技指數上漲0.2% 而上陣綜合指數則越升零 5% 騰訊上漲1%至399-元 電商平台京東上漲2%至137港元 遊戲公司網易上漲3.1%至167.9港元 運動服裝製造商李寧上漲4% 5%至23港元 在線旅遊公司協程上漲3.1%至452.2港元 中國人民銀行中午宣布了一些 最具進攻性的措施來刺激房地產業 包括提供3,000億元資金清理過剩的住房庫存 降低最低按揭首付要求 並取消按揭利率的全國底線 儘管如此 市場仍需更多耐心 因為清理過程將充滿挑戰 在週一上漲之前 香港的基準指數已經連續四周上漲 這是自2023年開年以來的最佳連勝記錄 根據彭博數據 這位香港交易所增加了約3,500億美元的市值 儘管如此 一些投資者表示 在最近的顯著上漲之後 仍需保持謹慎 因為任何潛在的上漲 將取決於利率走勢 企業盈利和政府採取的後續財政措施 其他主要亞洲市場也有所上漲 日本日經2225指數上漲1.5% 韓國綜合指數上漲0.8% 而澳大利亞CSX200.5 謝謝您的收看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 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 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 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SixDarbrify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大利亞CS100.7% 100.8%